正名门世家却投奔魔族成为叛徒 他为了拯救自己的青梅竹马成为了魔人 正魔大战时天魔被杀死 魔人被击败 男人也成为了俘虏 女孩逼问男人魔人残党到底在什么地方 咳嗽不止的男人没有开口说话 女孩拿剑抵住了男人喉咙 再次逼问 身受重伤的男人仰望着女孩 因为他认识眼前之人 他是剑尊的弟子 他一剑就突入了无数魔人 正魔大战中他一人就击杀了天魔 他就是神剑魏雪尔 魏雪尔提起男人的一经质问男人 剩下的魔人到底去哪了 如果还有一点人性就应该说出来 男人想要开口 但生态损坏怎么也无法开口 而且男人的心脏还存在静置 因为静置的存在 男人无法说出真相 不知道这点的魏雪尔一直在逼问男人 只要男人说出来 他愿意用一切手段挽回男人的性命 魏雪尔恳求男人说出来 又流着泪 祈求男人说出来 男人认为他可能在怨恨魔人 更大可能还是听说了他的未婚夫被魔人俘虏 男人嘲笑这个武功天下第一的女人 竟然在求自己 魏雪尔看到男人还是这副态度 直接将他扔了出去 浑身颤抖的魏雪尔开口 如果早知道你是这种人 第一次见面时就应该杀了你 他后悔自己没有那么做 男人不知道魏雪尔说的第一次见面时是指哪一次 他记忆中第一次和魏雪尔见面时 魏雪尔向男人递上了土豆 男人却是一脸嫌弃的姿态 魏雪尔则是一副单纯善良的样子 只因男人是投奔魔人的叛徒 做到现在的样子也是因果报应 魏雪尔也发现了男人趴在地上写着什么 男人准备把魔人们藏身的地方写出来 他强称着心脏的紧致 红色液体从他口中喷出 他也没有停止行动 天魔曾经说过 只要男人违反约定就会暴体而亡 这是天魔种下的禁止 不能背叛魔教 男人想向女孩解释 这一切都不是他想做的 但是已经没有解释的必要了 他强称着禁止写下的路线图 天魔的禁止在男人体内炸开 男人的生命也逐渐流逝 他想起了自己没能保护好的姐姐 死之前还告诉他一定要幸福 他想起了毒杀了大量魔人的毒妃 男人曾经亲手解决了他 还有死在自己面前的某个女孩 男公菲尔 出生名门世家的求阳天 从正派变成了魔人 败于正魔大战 受到拷问最终死亡 眼前的女孩询问男人吃土豆吗 求阳天还是一副嫌弃的样子 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明明自己违背了禁止 死在了魏雪尔怀里才对 这一切就好像回到了过去 回到了第一次看到魏雪尔的时候 曾经的求阳天打费了魏雪尔的土豆 还将土豆踩碎 指责魏雪尔竟然将这种东西送到自己眼前 求阳天甚至觉得 这一切是临死之前的梦境 小脸通红的魏雪尔 低声说起 看来他不喜欢土豆 求阳天拿起了一个土豆 表示自己一定会好好品尝 咬了一口土豆的求阳天 被土豆烫坏了 他不敢相信梦境里的土豆还能这么烫 魏雪尔嬉笑求阳天脸都被烫红了 一个人影呼喊着少爷来到了镇 家少爷被烫伤 护卫当即准备向魏雪尔拔刀 求阳天无视了护卫的行动 直接向他索要药果 接过药果的求阳天 直接把药果递给了魏雪尔 护卫都不敢相信 少爷会分享东西给别人 求阳天表示 吃了他的土豆 这是回礼 魏雪尔应着药果口水都要流了 这时一个声音呼喊着魏雪尔 他正是魏雪尔的爷爷 看到爷爷的魏雪尔 当即抱了上去 爷爷关切地询问魏雪尔有没有受伤 魏雪尔指着求阳天说起 有一颗土豆送给了他 爷爷一把抓过魏雪尔 反忙鞠躬道歉 解释自己孙女不懂事 求阳天表示 没关系 多亏了他的土豆 才能填饱肚子 并递上药果表示感谢 爷爷看着药果 久久不语 正准备拒绝时 魏雪尔盯着药果两眼发光 直接伸手去拿药果 爷爷提起魏雪尔 就跑并表示 不能收下这么贵重的东西 求阳天追了上来 再次将药果递给了魏雪尔 魏雪尔开心的看着药果 说着又递给求阳天一个土豆 爷爷嘴边也露出了笑容 他知道 雪尔已经找到了那个人 爷孙俩向求阳天告别 求阳天微笑着送别了两人 等他们走了之后 求阳天一口气才缓过来 求阳天知道 刚才的老爷爷 可是武林盟的盟主 被称为最强三尊之一的 建尊魏孝君 求阳天不理解 建尊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 就算是梦境 他也害怕对方 魏雪尔依依不舍的 向求阳天告别 身边的护卫也提醒求阳天 该回去了 求阳天认为梦终于要结束的时候 护卫带着求阳天回到了家里 求阳天都不敢相信 到底怎么回事 求阳天猜测 如果这不是梦 很大可能和天魔的禁止有关 一个人影来到了求阳天前面 他正是求阳天的二姐求红书 他质问求阳天怎么不跑了 求阳天知道 二姐求红书是最瞧不起他的人 今天是家主归来的日子 二姐求红书警告求阳天 不要搞什么小动作 还让求阳天滚开 求阳天推开了二姐求红书的手 表示自己只是来到了该来的地方 之前的错误 自己也会向家主道歉 二姐求红书恶狠狠地盯着求阳天 他爆发出了一股强劲的真情 凶恶的姿态走向求阳天 仆人们被吓得不敢说话 二姐求红书警告求阳天 不要搞小动作 不然他真的要生气了 求阳天赶忙拦住对方 因为父亲要回来了 随着马铁宣传 家主回来了 最强见尊的人 竟然在男人家里扫地 未来的天下第一剑客 还是他的专属仆人 被拷问致死的魔人求阳天 重生后的第一天 今天刚好是仇家家主回归的日子 家主紧扫视一眼 就让求阳天心生畏惧 家主从仆人口中得知 家里的两支舰队都在休息 家主直接命令第三舰队 马上去见他 求阳天现在都还没有活着的实感 但父亲的视线 依旧让他倍感压力 家主还命令老三求阳天 晚饭后单独去家主试一趟 听到这里的求阳天无比惊讶 二姐求红书细血地看向他 当天晚上晚宴开始 由于气氛太沉重 求阳天都不知道 自己吃饭是在用嘴吃还是鼻子吃 求阳天期盼有人来 打破这个尴尬氛围时 家主说起 听说老二的武功最近小有成果 二姐求红书谦虚地回答 已经进阶三星了 就连家主都夸奖老二实力 已经远超年龄 求阳天都没想到 自己的二姐也会笑 二姐求红书发现求阳天的视线后 就像看到虫子一样顿时变了脸 这时家主又说起 求阳天解释那只是出门半点事 家主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话没说完就离开了 随后仆人来到求阳天身边告诉他 让求阳天明天再去家主室 当天夜晚 求阳天才觉得这应该不是梦 自己应该是回归了 如果真的回归 那他就可以提前做很多事情了 比如抢先杀死天魔 但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据说只有天上之人才能杀死天魔 前世的求阳天为了活命 倒戈在了天魔麾下 成为了魔人苟延残喘 求阳天很后悔这件事 前世他想了无数遍 如果能重生 他一定会选择不同的人生 求阳天认为 天魔迟早会被魏选杀死 他只要苟活到天魔被消灭就行 绝对不能像前世一样重蹈覆辙 一股内力在求阳天体内涌动 虽然才刚开始修炼 求阳天还是成功聚集了内力 但他拼尽全力 也只能凝聚出老鼠屎般大小的内力 可以想象在这个年纪 晋级三星的二姐 天赋有多高 求阳天修炼了一种仇家的独门心法 九颜火轮功 到达四星之后 可以发射红色的内力 七星之后可以用内力护身 但求阳天现在才一星 求阳天想尽快升上二星 为了不走上前世成为魔人的道路 求阳天只能拼命修炼突破极限 修炼到虚脱的求阳天 无力地躺在床上 如果再继续修炼下去 说不定就会走火入魔 此时的求阳天已经成功进入二星 数日由于昨晚的修炼太过疲劳了 早上都还没恢复过来 勉强穿上衣服的求阳天 正准备出门修炼 出门就遇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 此时的卫雪儿正在向他打招呼 突然的某一天 虚空破碎 降下了无数魔物 人们统称他为魔镜门 各大门派都培育了对抗魔物的团体 那就是舰队 他们掌握了所有门派的秘籍 名门世家仇家 再掌握了五支舰队 求阳天的大姐求西飞 就担任第五舰队的舰队长 骄纵跋扈的求阳天 在他手里搏练了半年 那时的他看见了某个熟悉的人 这也是前世的求阳天 第二次见卫雪儿的时候 但那也是土豆事件之后 再过半年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快又再次见面了 一时之间求阳天都愣住了 以为没睡醒的求阳天 准备回去清醒一下 只见卫雪儿一把拽过求阳天衣服 好像在说些什么 一只手出现 拉开了他拽住求阳天的手 这个人正是他的爷爷见尊卫孝君 他警告卫雪儿 要对少爷有礼貌 求阳天发现对方 叫他少爷这称呼就不对劲 又惊讶 到底怎么回事 老爷子向求阳天鞠躬道歉 并解释他是 负责伺候少爷的仆人慰问 求阳天一问对方 难道真不是卫孝君 卫雪儿也介绍自己是 伺候少爷的仆人 求阳天愣了几秒就想通了 这件事应该是家主下的命令 求阳天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他就这样看着 见尊卫孝君在他家扫地 卫孝君还给了求阳天 一个礼貌的微笑 求阳天一问最强见尊 为啥要到他家做杂活 比起卫孝君 更重要的还是卫雪儿 只见卫雪儿抱着一叠衣服 摇摇晃晃的走着 一旁侍女让他少拿点 但卫雪儿坚持要这样 并表示没问题 话刚说完 他就踢到了一个石头 哭通一声 摔倒在地 衣服都散落了一地 卫孝君只能尴尬的看着这一幕 看到这一切的求阳天不理解 怎么有人能这么本 卫雪儿武功天赋那么高 怎么做这种事的时候 总做不好 卫雪儿也发现了 一直盯着他的求阳天 只见他快步上前走向求阳天 求阳天让他赶紧去做事 卫雪儿表示 任何时候都要跟着少爷 求阳天询问 这是谁说的 卫雪儿自信地回答 这是爷爷说的 旁边的仆人们都给卫雪儿加油 因为他们都不想做的专属仆人 被卫雪儿接下了 求阳天一问 自己可是名门世家的少爷 找的专属仆人就这么随意吗 一个卫雪儿还好 关键还有一个见尊 让求阳天倍感压力 卫雪儿自信地摊手 他将求阳天衣服 从整洁整理到凌乱 求阳天还得自己重新整理好 不知道家主知不知道 对方的真实身份 就让他们来家里了 求阳天准备问一问家主怎么回事 卫雪儿赶忙跟了上去 求阳天让他留下学习怎么干活 卫雪儿只能留泪点头同意 见尊也刚好看到这一幕 求阳天还是有点不习惯见尊的视线 他决定一个人去见家主谈一谈 走的时候对卫雪儿说 他会带着药果回来的 让他好好干 卫雪儿顿时喜笑颜开 爷爷卫孝君也只得长叹一口气 家主是门外 求阳天还在犹豫进去之后怎么开口 因为前世的求阳天和父亲关系并不好 基本没有正经谈过话 家主突然从后面向求阳天大话 这把求阳天吓了一跳 之后家主带着求阳天来到了内室 家主询问求阳天 见过安排的专属仆人没 求阳天说起已经打过招呼 但是不知道为何要把他们安排给自己 家主告诉求阳天这个问题 要等时机成熟了才能说 求阳天猜测家主应该知道建尊的真实身份 但还是把他们安排给了自己当仆人 家主让求阳天不要计较这些小事了 还让求阳天赶紧准备一下去聚龙会 求阳天一开始还没想起来聚龙会是啥 片刻之后他才想起聚龙会事件 退婚都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末期少年穷 而这个男人确实被未婚妻抄起凳子 暴走一顿后再退婚 就在不久前 求阳天让护卫把他打死算了 因为这样就不用去参加聚龙会了 关键这次聚龙会还是李长老负责 如果不去可能会被揍到死 仇家的所有长老之中 李长老对求阳天非常严格 只因仇阳天是仇家家主唯一的独子 李长老有空就会教育求阳天 就连家主父亲都没有李长老尽责 但前世的求阳天被这样教育了还是一个废物 求阳天询问侍女东西准备好没 要准备出发了 两名侍女围在了魏雪儿身边 他们给魏雪儿打扮了一下 看得求阳天脸都红了 求阳天都不得不承认此时的魏雪儿确实很好看 魏雪儿快步走上前告诉求阳天 姐姐们都说她很美 求阳天高傲地表示那又怎样 魏雪儿询问求阳天 少爷也觉得她美吗 满脸通红的求阳天直接命令大家赶紧出发 马车上 魏雪儿兴奋地将投身到马车外面 第一次坐马车的魏雪儿一直认为马是用来吃的 没想到马能跑这么快 求阳天从护卫口中得知了这次聚龙会在山西著名的千日商家举办 一晚上都在修炼的求阳天决定睡两个时辰 旁边的魏雪儿还在滔滔不绝地解释马肉的味道很奇怪 求阳天直接把药果塞进了魏雪儿嘴里 吃着药果的魏雪儿一下就安静了下来 几个时辰后 魏雪儿叫醒了求阳天 他们已经到了目的地 山西集市上人来人往 刚下马车就有人找到了求阳天 这个人是千日商家的副会长 求阳天和对方客套两句之后 副会长就要带着求阳天入住客栈 这一路上求阳天只希望不要碰上二姐求红书 现实往往天不随人愿 刚好就碰到了二姐求红书 看到求阳天的求红书黑着脸咋舌 求阳天主动向他打招呼 二姐求红书一脸厌烦的让求阳天不要和自己打招呼 二姐求红书再次警告求阳天不要给家族抹黑 求阳天一脸无所谓的说 不用担心自己会躲起来直到巨龙会结束 气得二姐求红书恶狠狠的盯着求阳天 把旁边的魏雪儿吓坏了 赶忙躲到了求阳天身后 看到魏雪儿的求红书露出一副厌恶的表情 质问求阳天是不是又打算搞一些小动作 求阳天当然不懂对方是什么意思 求红书又说起还以为你有点改变了结果还是老样子 说完就关上了房门 留下求阳天几人一脸猛 求阳天让商会副会长先带他去看看巨龙会的场地 魏雪儿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宽广的地方 据说商人们喜欢用场地规模判断财力 所以每次的巨龙会场地都非常宽敞 今天是犒赏舰队的日子 明天是选拔舰队的拔舰赛 仇家直系成员不用参加这些 抱着看戏的心态来这里的求阳天还不知道背后出现了一个人影 一只大手抓向求阳天 反应过来的求阳天想要躲开已经来不及了 老者揉着求阳天的头说起这次怎么没有头 他正是仇家的李长老 求阳天解释不是你说如果不来就要被撕成两半 李长老连忙否认这个说法 但求阳天还是肯定是他说的 李长老就这样揉着求阳天教育他 一旁的魏雪儿突然说起熊肉很好吃 李长老用不友善的视线看向他 直接把魏雪儿吓得结巴 李长老冰冷的目光 直接把魏雪儿都要吓哭了 赶忙躲到求阳天后面再也不吃熊肉了 求阳天也让李长老不要这样钉魏雪儿 李长老询问求阳天这女娃是不是小切 求阳天赶忙解释看衣服就知道了这是侍女 李长老也收起了调侃的样子 他告诉求阳天早点休息 明天去龙站他要出场 看向魏雪儿的求阳天随口应付了他 李长老还比了一个手势威胁求阳天 如果逃走的话会小命不保 魏雪儿询问求阳天 熊爷爷是不是要吃人 求阳天表示被吃之前也要先取走你的小命 远处的李长老看向求阳天和魏雪儿 他还是觉得魏雪儿这孩子不简单 今天是聚龙会召开的日子 求阳天带着护卫来到了这里 山西各门各派还有仇家的庞系 只要能证明身份的人都能来参加聚龙会 因为成为舰队成员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魏雪儿还在担心熊爷爷会不会突然出现扭断他的脖子 求阳天安慰魏雪儿如果熊爷爷来了就喊护卫收拾他 护卫表示他也没有对付李长老的方法 求阳天调侃到那就只能舍弃雪儿的小命保平安了 魏雪儿被这一句玩笑话吓坏了 魏雪儿又指着旁边的馒头车说爷爷说过做个饱死鬼比较好看 护卫都觉得求阳天对侍女太好了 因为求阳天想到了前世的魏雪儿 所以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现在的魏雪儿才好 护卫都调侃求阳天还是给魏雪儿买了馒头 然后再静静地看着求阳天便紧 护卫看到求阳天对侍女如此细心 他才说起求阳天和传闻中的完裤子弟完全不一样 于是询问护卫担任他护卫多久了 护卫这才说起差不多半个月了 求阳天这才想起他应该刚好碰上了自己回归不久 甚至都不知道双方谁运气好了 这时旁边一个声音吸引了二人 一位仆人让女孩不要在这里乱跑 但他的少主人可不听这些话 争吵的声音让求阳天感觉很耳熟 仆人说起万一碰到愁公子怎么办 求阳天心想 求公子应该不是自己吧 求阳天越听这个声音越熟 他还是自我安慰 只是声音熟悉 只要对方说的人不是自己就行 这位女孩人刚转过头 就看到了最不想见的人 少女和仆人顿时就愣住 求阳天看到对方的脸也愣住 护卫看到对方的表情很奇怪 就询问求阳天知不知道对方是谁 求阳天当然知道对方是谁 女孩急要的长发以及黑色的瞳孔 加上手上的戒指 这枚戒指上面有清晰的花纹 它代表着河北彭家 他正是求阳天的前卫婚妻 四大家族之一的河北彭家和名门 世家仇家订下了婚约 求阳天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下一任家主 彭家认为和仇家订婚是一件好事 问题是以前的求阳天太能闯祸了 而彭家也不计较这些小问题 但真正解除婚约的还是求阳天侵略的行为 女孩询问求阳天来这里做什么 求阳天反问女孩来这里是不是有啥事 女孩不服气的表示自己也是有事才来的 难道自己就不能来山西吗 求阳天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女孩斥责求阳天为什么不用敬女 是不是忘了自己年纪比你大 求阳天也不生气赶忙道歉并喊对方姐姐 她又喊魏雪儿买好馒头赶紧过来 求阳天告诉女孩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事 还是希望她能开心的待在这里 随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求阳天这种行为让女孩不知所措 女孩也没想到碰到大哥的事情已经够头疼了 又碰到了求阳天 女孩第一次在求阳天身边看到了侍女 和以前相比是有点不一样了 初次见面的求阳天就说 女孩是妾室生下的孩子算什么东西 气得女孩一把抓过求阳天的衣经 质问求阳天到底在说什么 求阳天也是摆出一副嘴欠的样子 气得女孩直接给了求阳天一拳 女孩诉说自己为了家族的政治联姻 对方就算名声很差 但她为了家族的利益也忍了 仆人拦住了抄起椅子的女孩 女孩一把推过仆人 现在不考虑什么婚约 她只想抱揍求阳天一顿 在那之后婚约就被取消了 她认为求阳天和以前应该没什么电话时 求阳天很自然的从仆人手里接过了东西 她还是不敢相信求阳天这种人 一下子就变得总是了 女孩又看见求阳天和身边的仆人有说有笑 她觉得求阳天可能真的有点改变了 这是一个声音吓到了求阳天几人 护卫关切地询问求阳天有没有受伤 魏雪儿也关切地问求阳天他的馒头受伤没 旁边一位青年正在闹事 青年怒吼已经没时间了自己要是被抓住了杂者 管理人员听到这话更加不能让他参加聚龙会了 青年人滔滔不绝地诉说就是要参加聚龙会 求阳天知道聚龙会虽然人人都可以参加 但身份不明的人是不能参加的 护卫担心放任不管的话会不会出问题 求阳天解释这种是旁边仇家舞者会处理的 一名仇家舞者刚把手搭在青年人肩上警告他收手 青年人一个过肩摔直接将这名舞者击飞 青年人又向工作人员说起自己用实力证明了身份 是不是可以参加聚龙会了 工作人员还是否定了青年人 求阳天三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 护卫询问求阳天现在能不能出手 魏雪儿还觉得青年人太苦了 求阳天扭头就走 他可不想被卷进奇怪的事情 这使工作人员和青年人的争吵更激烈了 青年人质问工作人员用实力证明了身份为啥不能入场 青年人怒吼对方是不是看不起彭家的少家主 听到这里的求阳天马上转过了头 和求阳天有过婚约的女孩也转过了头 眼前这个闹事的人竟然是河北彭家少家主 他主理最弱的草包弟弟竟然要和天赋绝伦的姐姐决斗 这也是重生后的求阳天第一次展现实力 就在不久前 仇家举办巨龙会吸引了众多江湖人士前来参加 就连河北彭家的少家主都来了 河北彭家的少家主在武林盟主导的神龙馆已首席毕业 他还是史上最年轻的少家主 但他本人却郁郁寡欢 甚至要把家主送他的牌子用火烧了 妹妹虽然不能理解他的想法 但是提醒他 可以出门晚几天放松一下心情 他怎么也没想到哥哥就这样消失了几个月 妹妹决定去把他抓回来 于是就追到了山西 刚好听到了有一个人自称河北彭家少家主 青年人还在和工作人员理论让他参加聚龙会 是不是得施展一下彭家独门绝技黑压道才让他参加 通过这点 球阳天也知道了对方可能真的是河北彭家少家主 为了不被卷进奇怪的事情 他决定赶紧溜走 但已经太晚了 一只大手按住了球阳天的脑袋 正是李长老来了 李长老表示这个人看起来很强就让他参加吧 青年人也向李长老行礼 他介绍自己是彭家少家主彭雨珍 就算李长老帮忙说话 工作人员还是不让彭雨珍参加聚龙会 李长老从彭雨珍的身形上面就认出了对方多半是彭家嫡系 而且他手上的戒指也足以证明他的身份 李长老说起聚龙会是仇家挑选舰队成员的地方 彭家少家主为什么要加入别人家的舰队 彭雨珍当即说出彭家的人没意思 李长老询问对方得到彭家允许没 彭雨珍笑着回应正因为不答应自己才离家出走 球阳天甚至觉得对方脑子有病 李长老看到对方身体很结实不由的夸奖 彭家果然培养出了一条飞龙 他的视线不由的看向球阳天 要是我们家草包但凡有你一半 护卫急忙询问草包是不是指少爷 魏雪儿也一直问球阳天草包是啥 球阳天直接让他们俩闭嘴 因为再说就有点伤人了 球阳天知道彭雨珍确实是一条龙 他在不久的将来会被称为道地 魏雪儿和护卫还在讨论草包是啥 彭雨珍的妹妹找了过来 此时彭雨珍也注意到了他 没看到人拳头就先到了 这一拳直接把彭雨珍打飞了几米 这一拳正是彭雨珍的妹妹打的 彭雨珍让对方先停手听她解释 最后她发现自己也找不出啥合理的借口 只能向女孩求饶 女孩骑在彭雨珍身上就是一顿暴揍 彭雨珍赶紧向黎长老喊救命 黎长老还是出声阻止了女孩 女孩介绍她叫彭雅倩 还向大家道歉家里的丑事给大家添麻烦了 并表示损失彭家会负责 她准备就这样抓着彭雨珍离开 但彭雨珍一脸认真的样子坚决不离开 因为彭家太没意思了 彭雅倩提醒大哥应该成熟一点 彭雨珍认为成为家主之前应该尽情享乐 虽然她也不想当家主 但是家族的其他人都是一堆禽兽 所以就算很麻烦她也会接手家主位置 邱阳天询问李长老要不要让彭雨珍参加聚龙会 李长老考虑到那样做的话 彭家和仇家可能会有冲突 所以不能让他参加 但又不能直接拒绝 李长老提议只要赢过 他就可以参加聚龙会 彭雅倩都知道赢过李长老不可能 邱阳天都觉得对方多半老年痴呆了 李长老这才说出十个回合内只要碰到他就行 确认规则的彭雨珍当即准备动手 彭雅倩害怕出现变故命令仆人马上抓住大哥彭雨珍 彭雨珍的身影化成一道流光出现在了李长老身后 顺势抽出了仆人的配件 这一件直批李长老 但彭雨珍还是太年轻了 李长老反身就是一拳攻向彭雨珍 这一拳直接击中了彭雨珍左脸 彭雨珍整个人就被击飞了出去 当场就失去了意识 邱阳天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他以为李长老会让着彭雨珍只闪避他的攻击 李长老表示他可没说过这点 邱阳天当即撇开关系 如果彭家追究起来可不要找他麻烦 李长老让邱阳天不要担心要死 他也不会一个人死 邱阳天轻切地喊出雅倩姐姐这都是李长老做的 彭雅倩倒是觉得大哥能安全地躺着就不错了 他询问李长老是不是为了阻止大哥胡闹才同意的对决 但李长老只是觉得很有趣而已 邱阳天都在想这种人怎么当上的长老 他准备喊魏雪儿一起溜走 魏雪儿甚至觉得熊爷爷太帅了 李长老听到魏雪儿夸他帅 他就从怀里掏出了礼物 看到临时的魏雪儿表示自己一开始就喜欢熊爷爷了 李长老表示他给邱阳天也准备了一份礼物 主持人宣布接下来将开启万众期待的重要比赛 那就是仇家蔚兰双星的较量 红颜剑仇言书和仇家九公子邱阳天的对决 李长老准备的礼物就是让邱阳天和二姐求红书打一场 毕竟是仇家举办的聚龙会 要是被大家说无聊就不好了 邱阳天觉得这个老头子多半是为了找乐子才安排的这场比赛 所以他准备打一半直接弃拳 李长老仿佛看穿了邱阳天的心思 如果弃拳的话你懂的 还给邱阳天指了指被打倒失去意识的彭家少主 邱阳天询问李长老是不是想看自己被揍一顿然后输掉的样子 李长老反问邱阳天真的不打算赢吗 邱阳天不打算耗费力气和姐姐打架 随着比赛即将开始 二姐求红书看到邱阳天连剑都没拿 邱阳天才想起自己很少使用武器 九颜火轮功可以配合各种武器使用 其中配合剑和拳的效果最为卓越 后面他发现拳头最适合自己 二姐求红书嘲讽到你用剑和拳头区别不大 没听出嘲讽的邱阳天还以为二姐也达到了和自己一样的认知 二姐求红书又开口能有这种机会真是太好了 邱阳天一问啥机会 可以合法的揍自己弟弟而且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仅凭你是男孩这点就能理所当然继承家主 他恨不得邱阳天马上去死 二姐求红书以灵力的攻势朝着邱阳天发动了攻击 但邱阳天很轻松就避开了 二姐求红书又是一剑横踢弹还是被避开了 他实在想不通三星的剑法会被二星的家伙避开 二姐求红书的杀意太明显了 所以邱阳天才能避开攻击 他一直在考虑怎么输掉比赛 他准备随便挨一次攻击就摔下擂台 但二姐的攻击每一招都太过致命 在邱阳天分神之际 二姐已经冲到了邱阳天身边 他左手抓过邱阳天的衣精 右手挥剑砍向邱阳天但还是被避开了 邱阳天也趁机脱下了外套 脱下的外套瞬间被斩成两半 邱阳天劝解二姐求红书快停手 因为招招致命才让自己躲起来更容易 二姐求红书又说起她是女孩就算不能成为家主 但自己也在努力 凭什么活得像个垃圾的你还能成为家主 二姐求红书甚至将内力缠绕在剑上 邱阳天知道对方已经不止三星实力了 面对这么凌厉的攻击 邱阳天还是躲开了 愤怒的二姐一拳打向邱阳天 勉强避开这次攻击的邱阳天还是露出了破绽 二姐求红书抓住机会一脚踢向邱阳天 但还是被提前挡住了 这一脚让两人拉开了距离 邱阳书认为向邱阳天这种没有天赋 还不努力的废物不如消失散了 就算听到别人说自己是废物 邱阳天也毫无波动 二姐求红书又是一击横劈袭来 邱阳天就像是放弃一样 并没有闪避这次攻击 二姐求红书又说出了 你应该像你妈妈一样直接消失 他不敢相信邱阳天这次并没有闪避 还把他这一剑接了下来 邱阳天抓住了二姐求红书的手腕 质问他到底在说什么 那个投降魔族的男人 曾经覆灭了无数家族和宗门 就连自己的家族他也没放过 为了取悦天魔 他直接屠露了整个华山派 就连梅花绝剑都惨遭他的毒手 邱阳天的大姐年仅十五 就获得了黑凤这一称号 若冠之年就成为了仇家武剑队长 但他还是无法成为家主 因为要继承家主之位的人 是妾生的邱阳天 二姐求红书以前并不讨厌邱阳天 因为邱阳天的母亲 曾经对他非常温柔 但他在某一天突然就消失了 父亲也不允许大家去找他 从那个时候开始 邱阳天就对他人恶言相向 甚至施加恶行 后面还传出他对家里的女眷动手了 即便如此 邱阳天是下任家主继承人 这件事还是没有改变 因为每一代家主都是男人 大姐黑凤这么优秀 都无法成为家主更不说他 所以邱红书非常厌恶邱阳天 废材的邱阳天现在捏住了他的手 邱红书感受到了 此时的邱阳天非常危险 他下意识的闪身拉开距离 殊不知邱阳天已经在他身后 直接一拳打向邱红书 此时的聚龙会场观众席 彭雅倩都赞叹 邱红书年纪轻轻实力竟然这么强 看到同龄中人如此优秀之后 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 靠着邱家的名声招摇过射 彭雅倩询问大哥 能不能听到邱红书和邱阳天二人的对话 大哥彭玉珍解释李长老 在周围布下了内力 就连他也无法听到他们的对话 彭雅倩告诉大哥 脸消肿之前可以待在聚龙会 仆人这时也递来冰块给彭雅倩敷脸 彭雅倩认为黑凤的妹妹 果然是天才年纪轻轻就到达了三星 无论剑技还是对内力的控制都非常完美 吃着冰块的彭雅倩 反而觉得黑凤的弟弟更强 彭雅倩惊讶地看向大哥 彭雅倩期待的诉说 看来彭家也不是只有黑凤 彭雅倩知道大哥这种期待的眼神 在继承家主之后就不会有了 彭雅倩甚至已经看到这场比赛结果 如此近距离的一拳球红书还是躲开了 侧身避开攻击的球红书 抓住机会一箭砍向球阳天 这时球阳天说起他知道姐姐讨厌他 因为自己确实在混日子 他也能理解姐姐所说的话 所以也请姐姐理解一下自己 球阳天的左手开始运转内力 火焰般的内力缠绕在他的左手 就连球红书的眼里也映照出了火光 球阳天附带内力的一拳 直接打向了二姐球红书 这一拳正中球红书的脸庞 球红书当场失去意识倒地不起 比赛也宣布结束 溜出来的球阳天也知道自己闯祸了 这场本来该输掉的比赛 结果还以二星的实力 把二姐球红书打得当场昏迷 球阳天一个人发呆的时候 护卫和魏雪儿找来了 护卫向他解释现在场内一片混乱 球阳天不用想也知道原因 因为家族的废物 突然打败了下一届的希望之星 李长老为了转移话题 当场宣布巨龙会就此结束场面 才平静下来 球阳天为了不遇到李长老 决定在仪式结束之前提前溜走 魏雪儿发现了球阳天左手受伤了 这点也证明了 他还不能完美的控制内力 魏雪儿拿出了绷带给球阳天包扎 但魏雪儿发现自己好像不会包扎伤口 魏雪儿流着泪说雪儿不会做这种事情 所以后不要受伤了 这时彭宇珍突然凑了上来 我也不喜欢九公子受伤啊 彭宇珍和球阳天相互介绍之后 躲在后面的彭雅倩让大哥快点回去 彭宇珍说出彭雅倩是不是因为和球公子解除过婚约有点尴尬 那刚好趁现在修复一下关系 球阳天看到自来熟的彭宇珍一阵头疼 彭宇珍搂着球阳天说起 本以为仇家只有黑凤没想到还有你这种强者 球阳天表示和自己这种人亲近不会有任何好处 球阳天又询问彭宇珍是不是认识大姐球西飞 彭宇珍对此表示肯定而且二人关系很好 就是不知道她怎么看 球阳天也听出来了他们多半不熟 寒暄几句之后她就离开了 只剩下彭雅倩一人 球阳天询问对方是不是还有啥事 彭雅倩扭扭咧咧的说起解除婚约那天用椅子砸她有点过分 这时球阳天抢先一步向彭雅倩道歉 当时的自己行为太荒唐了确实该打 所以你不用道歉 听到这话的彭雅倩也释然了 她微笑着接受了球阳天的道歉 彭雅倩走的时候提醒球阳天不要弄丢了大哥留下的东西 球阳天才发现身上多了一块彭家的令牌 回仇家的马车上 魏雪儿还躺在侍女的身上睡大觉 球阳天怎么也想不起来前世和姐姐交手的记忆 赢过的次数就更没有了 自从魏雪儿给他当侍女开始 这一切事件就和前世不一样了 球阳天也不知道自己对魏雪儿的一点点好意会带来怎样的改变 某些事情一定比想象中发展的更快 这时球阳天突然感受到了什么 他命令护卫马上检查一下魔仙符 护卫拿出魔仙符并没有啥反应 还安慰球阳天啥事都没有不要担心 如果出现魔镜门魔仙符肯定会发光 停止前进 又告诉大家魔镜门出现了全员准备战斗 优先保护少爷安全 球阳天直接走下马车开始热身 护卫劝解球阳天外面很危险 球阳天让护卫等会在牢挡 现在专心看前面 虚空中一道绿色的裂缝正在破开 不一会裂缝就变成了一个大洞 几十只发出绿光的魔物直接从里面冲了出来 绿色魔镜门危险程度很低但也有点麻烦 球阳天早已经提前运转了魅力 一拳就解决了一只魔物 再将它们的魔石挖出来 这也是魔物共同的弱点 魔石对魔物而言是如同心脏般的存在 只要挖出魔石它们就会立刻死去 球阳天侧身一拳又解决了一只魔物 但持续运转九颜火轮功还是太吃力了 已经让它虚弱不堪 眼看剩余的魔物要冲上来了 护卫赶来就吓了球阳天 护卫一招就将魔物全部解决了 球阳天都不敢相信护卫竟然这么强 护卫关切地询问球阳天受伤霉 球阳天感谢护卫来得及时 他才保住一命 护卫庆幸地说还好只是一群低级魔物 如果让少爷受了伤内该咋整 球阳天敷衍地回答反正现在没事就好了 球阳天还没发现 他右手冒起了一股暗黑色浓烟 突然的疼痛让球阳天跪倒在地 他的吼叫声甚至惊动了其他护卫 球阳天也不知道这股疼痛到底怎么回事 不过他马上就发现了这是在吸收魔器 这好像是天魔的功法魔道千锡功 前世的华山派 断臂的华山派弟子质问对方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因为整个华山派弟子都被屠戮殆尽了 球阳天冷漠的开口 梅花决见这就是你的遗言吗 这时从天上扔下来了一个手机 他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掌门 一条巨龙的虚影出现在地面 一个人影踏着巨龙如此说道 梅花也不错呀 这个人影从巨龙头上一跃而下 球阳天也向对方下跪 华山虽没取悦到本作 不过也算提供了一些乐趣 天魔命令球阳天抬起头来 此时的球阳天隐约恢复了意识 球阳天发现九颜火轮功竟然在吞噬魔气 这是前世未曾发生过的事情 球阳天睁眼就看到了魏雪儿和护卫 周围的魔物也都解决了 球阳天表示没啥事 可能是和二姐比武时伤到了其他地方 球阳天可不想被别人知道他能吸收魔气 魏雪儿捏着球阳天的脸 问他是不是伤得很重还疼不疼 球阳天被折磨的都要快发怒了 察觉到这点的侍女赶忙把魏雪儿拖走了 护卫让球阳天还是去医馆看一看 球阳天说起自己完全没事 只想尽快回家睡一觉就好了 球阳天还发现体内的魔气竟然彻底消失了 就连刚才的魔石都被吸干变得暗淡了 球阳天也下定了决心要加快进程削弱天魔的实力 男人为了保护自己的青梅竹马投降魔族成为了魔人 但他最终却被青梅竹马拷问致死 得知真相的青梅为了给男人报仇找到了幕后之人 最终他也被幕后之人杀死 青梅心中的执念让他重生到了二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回到仇家的球阳天在集市上闲逛 发现药果的魏雪儿马上就走不动路了 眼看球阳天不打算给他买药果 他就开始搞事 不买药果为什么要带他出来 球阳天直接戳穿了魏雪儿拿爷爷的话 当借口非要跟着一起出门 护卫一问球阳天来商业街做什么 因为上次魔物袭击事件少爷身体还没好 护卫劝解球阳天早点回去比较好 魏雪儿还是远远的盯着药果 球阳天这次出门确实有事情要办 四处张望后球阳天便发现了目的地 他让魏雪儿先回去 护卫和他一起去办事 魏雪儿拿爷爷的话当借口还是不回去 球阳天告诉魏雪儿现在回去就给他十个药果 魏雪儿当即提出还要馒头 球阳天只得同意 两人就这样愉快的达成了约定 球阳天带着护卫去办事 魏雪儿开心的哼着哥回家 球阳天和护卫来到了目的地 这是一片荒芜破旧的古楼 护卫一问球阳天来这种地方做什么 先不说建筑如此破旧 这种诡异阴森的地方看起来就很不妙 球阳天都夸奖护卫的直觉很准 随后球阳天便推开了一扇门 几个大汉看到球阳天还是个孩子 都以为他走错了地责 那群面露不善的人还准备对球阳天动手 护卫当即准备拔剑 一个提灯的男人询问球阳天来这里做什么 球阳天表明自己是来做生意的 男人随口咒骂球阳天讲话不过脑子 还扬言要拔掉他的舌头 听到这里护卫也准备和对方动手 球阳天直接阻止了他 又告诉众人方才踏进房间的一刻 你们应该知道自己是谁了 如果不怕仇家将这里一位屏蔽 最好不要动手 球阳天又让众人将他们的分部长叫出来 听到球阳天说出分部长之后 男人认为球阳天不讲理术 一群大汉抄起武器直接将球阳天围了起来 护卫也随时准备拔剑 球阳天嘲讽到你们看起来也没多讲理吗 男人黑黑一笑 便命令手下之人立刻动手 一群大汉朝着球阳天攻去 护卫仅用一剑就将他们解决 还把剑架在了其中一人的脖子上 男人都没想到这个仇家少爷身边还带着这种护卫 但又不能把他带到分部长面前去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分部长传来的命令 球阳天看到对方短时间也商量不出来一个结果时 准备让护卫把他们全部解决掉 大汉告诉球阳天分部长要见他 球阳天也命令护卫把刀收起来 并表示一开始这样就好了 护卫询问到底怎么回事 球阳天解释原本打算去盖帮但中途出了一点问题 球阳天分析盖帮属于正派 如果让他们做肮脏的事情可能会出问题 如果正派情报消息最强的是盖帮 那协派情报消息最强的就是这里了 这里便是下屋门 球阳天跟着男人来到了一个隐秘的场所 一位女人介绍自己是这里的分部长道云秋 并向球阳天道歉刚才的无理举动 球阳天也不废话直接询问能不能接下委托 道云秋询问球阳天为什么不找盖帮 确认几次 道云秋说起因为绸公子的身份原因不得不谨慎对待 球阳天也不想多说什么再次询问能不能接下委托 道云秋表示只要付得起代价就没有拒绝的道理 球阳天拿出了一张画像 他要找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 道云秋拿着画像看了又看 他表示这单恐怕接不了 虽然委托人也是个孩子 但要让他们去找另一个孩子这可能有些困难 球阳天当即说出下屋门主的消息就是委托费 听到这里的众人纷纷拔出了剑 一群人朝着球阳天坎来 护卫一剑就挡下了他们所有人 道云秋黑着脸质问球阳天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球阳天笑着回答自己来这里可不是来玩问答游戏的 道云秋向球阳天确认情报的真实性 球阳天说起如果不愿意那自己就去找该帮 顺带向他们说一说下屋门门主的情报 道云秋迫于无奈只能接下 球阳天询问多久能出结果 道云秋承诺三个月就可以 球阳天走的时候告诉道云秋等找到情报时再来交换新的情报 但临走的时候又看到对方还在考虑这件事 又告诉他们一记山脉这是定金 球阳天离开之后 男人还是不信球阳天情报的真实性 道云秋认为对方连门主消失这种机密都知道也只能相信了 而且从他随行护卫实力来看 道云秋猜测仇家家主可能也参与其中 道云秋这时也撕下了人皮面具 男人询问摘下来也没关系嘛 道云秋说起反正也没人看见 下屋门的特性就是不会追随门主或者信仰 所以他才这样装扮生怕被别人捅刀子 他就这样默念着自己的父亲 球阳天也走出了下屋门 他庆幸这些情报和前世没有什么差别 球阳天知道下屋门门主五年前就被抓进了黑压宫 所以下屋门和黑压宫便发生了厮杀 由于武林盟的介入黑压宫被摧毁 下屋门门主也死在了战斗中 下屋门最后也差不多被灭门了 球阳天知道下屋门门主被抓了 但他不知道黑压宫的具体位置 球阳天去下屋门的原因就是提前找到一个将来会成为魔教头部的人 他是被称为魔教大脑的谋士名叫诸葛赫 球阳天打算提前抹杀他 因为他的计策就连魏雪儿都赶到棘手 这时护卫说起下屋门的情报能力也太差了 找一个人竟然要花三个月 人找到估计都是夏天了 这时球阳天又想到了一件事 青川燕家的宝藏也是在那时候被发现 其中堆积了大量的金银财宝 最关键的还是无价的灵丹 那些吃了灵药的家伙最后都变成了魔人 投降魔教的他们又一次增强了天魔的实力 考虑到宝藏位置在四川 距离山西实在太远只能放弃 想通这点的球阳天准备去买点药果就回家 球家内院 李长老干咳一声 对魏雪儿的爷爷见尊魏孝君说前面的树叶还没扫干净 李长老又说起阳天回来那么早 原来是因为你这个老侍从 魏孝君干笑几声 直接把扫帚都捏断了 还拿起捏断的扫帚让李长老帮忙扫地 李长老连忙摆手拒绝 坐在旁边的魏孝君询问李长老跑这么远来仇家做什么 前辈你应该也察觉到了吧 三个月前那孩子还是一个扎马步都要逃跑的家伙 现在竟然打败了比他还强的姐姐 李长老表示这种天才可不能放着不管 魏孝君说起自己活了一辈子从未见过有人能成长得如此之快 他猜测球阳天身上多半发生了什么 如果大长老知道这件事多半会采取行动 球家内院另一边 魏雪儿遇到了一个男孩 初次见面的男孩就询问魏雪儿要不要到他身边去 他还说出自己可以让魏雪儿变得更幸福 这件事要从昨天晚上说起 魏雪儿经常做着一些奇怪的梦 梦里的魏雪儿拿着剑肆意伤人 就算有人死在他的剑下他也毫不在意 他拿着的剑是爷爷以前用过的 梦里的魏雪儿满头白发 但今天的他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噩梦 魏雪儿走进了一间房子和一群人厮杀 在那之后魏雪儿遇到了某个人 梦里的魏雪儿质问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个人用剑刺穿了魏雪儿的身体 重伤的魏雪儿即将死去 从噩梦中醒了过来 不知道为什么醒来的魏雪儿很想见到少爷求阳天 从侍女口中得知少爷可能在修炼场 但修炼场里却没有少爷的身影 只有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 那个人还说要让雪儿变得更幸福 但雪儿在少爷身边已经够幸福了 就在这时少爷却一副凶巴巴的表情出现了 魏雪儿见状立马躲在了求阳天身后 求阳天先表明了魏雪儿是自己的侍女 又质问对方是谁 求阳天看到眼前之人一副脸红的样子 就知道他不是啥好东西 这个人先是诚恳的向求阳天表示抱歉 又介绍自己叫求阳夜 来这里是想和本家血脉的求阳天进行对练 求阳天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求阳夜质问求阳天是不是害怕了 他没想到求阳天随口承认自己就是害怕了 求阳夜当即嘲讽求阳天是个胆小的家伙 求阳天表示你看人真准并承认自己就是胆小 之前和二姐对练时闯下大祸 他可不想再体验一次那种感觉 说着就拉着魏雪儿要离开这里 突然出现的李长老也劝说求阳天答应和对方对练 求阳夜也向李长老打招呼 求阳天惊讶李长老竟然认识此人 李长老说起求阳夜是大长老的孙子 此时的求阳天也觉得他们脸的确有点像 求阳夜说起自己想和求阳天对练 但他好像很害怕 求阳天觉得对方多半是来抢魏雪儿的 或者说是收到了大长老的命令 求阳天马上就想到了这家伙可能是大长老派来试探自己实力的 大长老的野心很大 所以他很支持自己这个废物坐上家主之位 但是被称为废物的求阳天突然打赢了天才的求红书 所以大长老的计划就出现了偏差 他就找了一个人来试探自己实力或者打压自己 求阳天再次表明了自己没有对练的想法 一看就知道赢不了所以没必要打 李长老倒是认为求阳天不一定会输 求阳天说起对方比二姐还强 而且自己也不想卷进家族斗争 说着就拉起魏雪儿的手准备离开 这是一只手拉住了魏雪儿 这只手的主人正是愁绝夜 求绝夜告诉魏雪儿求阳天配不上他 他还让魏雪儿放弃求阳天选择自己 怒不可遏的求阳天让他松开手马上去对练 一次简单的决斗竟然要堵上自己的青梅竹马 怒不可遏的求阳天准备当场废了对方 就在刚刚 大长老的孙子愁绝夜抓住了魏雪儿的手 气得求阳天直接同意了和他对练 眼看对练即将开始求阳天又后悔不该答应对练 李长老告诉求阳天和不同的五人对练才能让实力更进一步 求阳天抓住机会向李长老提出 无论输赢都要答应自己一个要求 李长老直接就拒绝了并提醒求阳天 如果输了未来成为家主会很不利 求阳天说起自己反正也不想当家主 李长老也没想到求阳天是真的不想当家主 求阳天直接威胁李长老如果不同意自己的要求 他就准备躺在地上认输了 李长老迫于无奈只得同意求阳天的请求 但必须要赢下对练才行 求阳夜这时候说起有些对不住求公子 因为去年和愁公子对决时下手太重 导致你在床上躺了一个月 重生回归的求阳天已经想不起来那么久远的事情 求阳夜认为求阳天打败二小姐也是偶然 他怎么也不想要弱者坐上家主之位 就算被这样嘲讽求阳天也无动于衷 求阳夜也向李长老提出 如果自己赢了也想要一个东西 李长老也认可了求阳夜的请求 并询问他要什么东西 求阳夜指出想要旁边这名侍女 听到这里的求阳天怒气直飙声 李长老大笑着同意了请求 随即宣布对练开始 两人都释放出内力相互僵持 求阳天提醒求阳夜还不动手在等什么 求阳夜解释对练就应该让弱者先进攻 事实上求阳夜要抵挡求阳天爆发出来的内力 已经全力以赴了 他不敢相信求阳天的内力竟然这么强 这时求阳天突然收起了部分内力 求阳夜还以为求阳天的内力快耗尽了 求阳天向求阳夜确认是否真的让自己先攻 得到确认的求阳天一个闪身就到了求阳夜身后 求阳夜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求阳天一脚踢向求阳夜 但他还是避开了这一脚 求阳夜还嘲讽求阳天速度太慢 数不知求阳天右手已经运转了内力 这一拳狠狠地打在了求阳夜的脸上 求阳天抓住机会凌空一脚 这一脚更是直接踏在了求阳夜脸上 红色的液体啪哒啪哒地滴在地上 求阳夜口中更是一口鲜血迭出 求阳天也没有再次进攻而是给了他一次机会 求阳夜表示是自己轻敌了 站起来的求阳夜重新摆出了架势 求阳天目前的内力只能支撑半刻钟 他必须要速战速决 求阳夜摆出了架势准备发动九龙吃黑剑 求阳天知道这招的弱点只要注意他的拔剑就行 火焰包裹的长剑划出了一道流光 求阳天只是侧身就避开了这一剑 求阳夜转身又挥出几剑 但都被求阳天躲开 求阳天看出来的求阳夜的招式虽然连贯 但弱点也很大 只要被中途打断就无法继续了 求阳天将右手置于胸口运转内力 没有发现这点的求阳夜还在进攻 求阳天将内力从胸口打出 这股内力形成的热气直接冲击到了求阳夜 求阳夜还不知道这股热气怎么回事 求阳天抓住机会 一拳打在了求阳夜肚子上 直接将他整个人打飞了出去 求阳夜当场失去战力无法动弹 求阳天反问求阳夜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 无论是家主之位还是其他什么都无所谓 我最讨厌的便是你竟然感染指你配不上的东西 眼前之人竟然要去触碰他根本得不到的东西 求阳天准备捏碎他一只手让他断了念想 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 看出来这点的李长老阻拦了求阳天 让他到此为止吧 事后李长老又说起求阳天下手太重了 就不怕大长老报复吗 求阳天表示他不是自己爬起来走回去了吗 多半也没啥事 而且自己又不当家主得罪大长老也无所谓 李长老当即则骂求阳天在说啥混账话 求阳天觉得这家主谁爱当谁当都行 又询问魏雪儿想不想当 魏雪儿说起只要有吃的他要当老大 求阳天开玩笑说起魏雪儿当家主比较合适 又想起魏雪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剑来着 身为剑尊的弟子每天都在做家务也没看到他练剑 前世的魏雪儿也不是这种蠢兮兮的样子 一时之间求阳天还想不起他学剑的具体时间 魏雪儿询问求阳天是不是刚才对练伤到脑子了 少爷临死之前能不能把魏雪儿变成老大 求阳天忍不住给他脑壳一拳 此时李长老也起身表示家主的事情下次再说 求阳天马上叫住了李长老 笑着询问之前的约定咋办 李长老当即询问是要钱还是食物 求阳天当即就否定了 他肯定不会提出这种简单的要求 求阳天提出让李长老送他到四川去 李长老长叹一口气向求阳天确认送到四川就行吗 求阳天还以为对方会拒绝 李长老还以为求阳天要提出啥今天大要求 求阳天觉得这个事肯定不好办 四川又不是仇家的院子 让仇家独子到处乱跑肯定不会被允许 所以必须得有重要的理由才能出门 李长老让求阳天去参加唐兵会展不就好了 求阳天也想起了 唐兵会展是唐家每年邀请世家展示兵器召开的展会 其实参不参加都无所谓 只要用这个当出门的理由就行 发现这点的求阳天马上就反悔了直接向李长老要钱 李长老就像没听到似的说起原来你是想马上出发呀 求阳天又说起给钱不行那就换一颗灵丹 听到这里的李长老兴奋的说老夫尽快安排你去四川 求阳天赶忙说自己要取消上一个请求随便给点啥都行 李长老怒吼现在立刻送你去四川 求阳天表示是不是要做个准备然后报备一下啥的 片刻后仆人们已经准备好了求阳天去四川的马车 建尊魏孝军让魏雪儿在家陪他 求阳天就这样踏上了去四川的路程 李长老还让求阳天快去快回 魏孝军喊李长老快点进去干活了 老年人干活年轻人难道不应该帮忙吗 李长老也只能应声答应 李长老又说起只剩他们两人了要不要听点自己的牢骚话 前几天仇家家主问了自己有关医仙的事情 看样子他受人所托去寻医仙去了 李长老询问建尊魏孝军为什么要找医仙 魏孝军对此表示沉默 李长老又说如果前辈不想说那就说点其他的事 前辈的孙女是不是叫魏雪儿 她好像并不是人类吧 那孩子究竟是什么 建尊魏孝军身颠顿时浮现出几把飞剑警告李长老 九轮你越界了 说话记得注意点 李长老又说起每种生物都有量的差距每个人应该都不例外 但是在那孩子身上完全感受不到一丝量的存在 一些也不可能治好那孩子 你应该知道这不是病 李长老还想继续说识 建尊阻止了李长老并否定了他 那孩子是人 李长老知道如果继续说下去肯定讨不到好果子吃 于是只能转身离去 建尊魏孝军认为就算他不是人 只要教会他作为人缺少的东西就好了 为了雪儿可以顺利成长 他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 几个时辰之后建尊才发现魏雪儿不见了 那个女人以世杀残忍而闻名天下 她亲手摧毁了自己所在的家族南宫世家 红鼠魔教的魔人们都不敢与他对视 但前世的他却死在了求阳天怀里 重生之后的求阳天又一次遇见了他 就在不久前 求阳天被李长老送去了四川 出发十来天的车队即将到达四川 侍女和护卫还在准备晚饭 此时的求阳天还在刻苦修炼 只听轰隆一声一道内力轰出 内力耗尽的求阳天无力的瘫软在地上 修炼十多天的求阳天发现内力提升的还是太慢了 必须要想点其他办法快速提升内力 像上次一样吸收魔石提升内力倒是一个好办法 考虑到那是天魔的功法最好不要轻易使用 他可不想踏上曾经作为魔人的老路 这是一个声音吸引了求阳天 求阳天赶忙询问发生啥事了 侍女都被吓得跳下了马车 求阳天掀开马车帘子 发现了从里面爬出来的魏雪儿 关键他还一脸傻笑的挠着头 这个要从出发前说起 魏雪儿的爷爷见尊魏孝君不让魏雪儿去四川 魏孝君给出的理由是怕魏雪儿闯获了没人管 还让魏雪儿赶紧帮少爷搬行李 在马车里帮忙的魏雪儿想着这次少爷出门 可能一个月都回不来 一个声音传进了魏雪儿的毛海里 魏雪儿四处张望后啥也没发现 这时突然出现一只手推了一把魏雪儿 直接将魏雪儿推进了装货物的箱子里 此时的魏雪儿还以为谁在搞恶作剧 一双手伸向了魏雪儿 让他慢慢的失去了意识 魏雪儿就这样睡在了货箱里 这个声音好像在向他说对不起 接下来就拜托你了 魏雪儿就这样跟着求羊天出发去四川了 魏雪儿信誓旦旦的告诉大家事情就是这样 求羊天和护卫还有侍你三人直勾勾的盯着他 魏雪儿还以为他们没听清自己说什么 他再次告诉大家就是这样 谁也不信他是被鬼迷惑了才上了马车 这一路上魏雪儿一直在唠叨 看到猫头鹰又说起以前吃过还挺有嚼劲 就连蝙蝠也吃过 吓得求羊天直接没收了他的药果 本想把魏雪儿送回球家 但现在距离山西又太远了也没办法 魏雪儿还想拿虫子换回药果 气得求羊天直接把药果都扔了 这让求羊天越发想把魏雪儿送回去 这时求羊天好像感受到了什么 赶紧告诉护卫魔物出现了 护卫直接命令车队停下 求羊天感受到了有四只魔物 其中一只魔物被一箭杀死 求羊天又感受到魔物只剩下三只 一下就变成了两只 仅剩的一只魔物冲向求羊天所在的马车 求羊天运转内力准备解决他时 只见魔物后面出现了一个人眼 这个人一箭将魔物解决 他还在向护卫解释他一个人出门没处理好魔物 魏雪儿还向这个人挥手 求羊天也发现了这个人 看到这个人他就想起了不好的事情 女孩说起如果去四川的话要不要一起去 还介绍自己叫南宫菲儿 求羊天实在想不通这个疯子怎么也要去四川 求羊天前世的记忆中 乌鸦正肯食着尸体 南宫菲儿一人站在尸骸之中 求羊天向他确认其他人咋样 南宫菲儿反问教主说了什么 求羊天说起教主让我带你回去 是他家的 求羊天让南宫菲儿跟他走 此时的南宫菲儿还在看走左边好还是右边好 求羊天让南宫菲儿不要搞事了跟他走就行 南宫菲儿询问三尊是不是很强 求羊天直接警告他不要做多余的是三尊的对手是教主 南宫菲儿又问三尊到底有多强比起他咋样 会不会比教主更强 这一系列问题问得求羊天很烦恼 直接朝南宫菲儿丢出一发火焰 口中还咒骂南宫菲儿真是个疯子 南宫菲儿一见就将火焰劈成了两半 还质问求羊天是不是要干架 求羊天只得长叹一口气 又告诉南宫菲儿走错路了 跟着求羊天走的南宫菲儿又想问点什么 求羊天警告南宫菲儿在问三尊的事就宰了你 南宫菲儿说起走这边过去会快点 求羊天都不由得咒骂他在说啥屁话 就这样求羊天一天就到达了目的地 南宫菲儿到达目的地是四天后 现在南宫菲儿又问求羊天是不是要去四川 能不能带他一起去 求羊天直接拒绝了他还说车队不走四川方向 关键也不知道小姐是不是真的是南宫世家的人 听到这里的南宫菲儿说着原来如此 只见他眼神微变 一股雷霆般的内力缠绕在他周身 这股强大的内力直冲云霄 求羊天赶忙把魏雪儿藏在身后 护卫也准备拔剑 只听轰隆一声爆炸声传出 南宫菲儿表示因为还不能完美控制这一招只能展示这么多 这样能不能证明自己来自南宫世家 求羊天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南宫家的人 但车队不能和使用这种危险武功的人同行 夜晚南宫菲儿一个人坐在火堆旁 烤着一只大青蛙 魏雪儿发现了正在烤青蛙的南宫菲儿 求羊天想不明白已经拒绝了南宫菲儿同行的 请求他为啥还要跟在马车后面 现在只能当他不存在了 求羊天还命令魏雪儿不要和南宫菲儿搭话 殊不知魏雪儿早就跑到南宫菲儿旁边给青蛙包皮了 求羊天一把抓过魏雪儿问他在干啥 魏雪儿解释姐姐要吃青蛙雪儿在帮忙 察觉到南宫菲儿视线的求羊天长叹一口气 求羊天表明自己知道小姐是南宫家弟子 但是不理解南宫家怎么会让自家大小姐独自出门 南宫菲儿解释她是和大家一起出发的但中途迷路了 求羊天说起我们都说了不是去四川 你为啥还要跟过来 听到这里的魏雪儿略显惊讶的样子 他先望了望求羊天 又看了看南宫菲儿 满脸震惊的质问难道我们不去四川了吗 现在的求羊天只后悔没有早点把他送回去 求羊天只得告诉南宫菲儿要跟的话随意跟但不要做多余的事情 南宫菲儿又做了一次自我介绍 并让求羊天也说一下名字 求羊天想了又想 索性介绍自己叫求决业 两天之后求羊天就顶着求决业的名字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 这一路上魏雪儿粘到南宫菲儿一路收的不停 求羊天令令魏雪儿赶紧上马车 但魏雪儿非要拉着南宫菲儿一起 求羊天当然不愿意和他过多接触 求羊天又询问护卫还有多久才到四川 护卫解释按原来的速度一天现在需要三天 护卫都劝说求羊天让南宫菲儿上马车咋样 求羊天想了又想 决定找个村子修整一下 一次简单的比武竟然干自了对手的蛋蛋 重生回归的魏雪儿直接抢夺了现世魏雪儿的身体控制权 还有一天的路程就到达四川 求羊天几人来到了一个村子准备休息一下 魏雪儿闹着想和南宫菲儿一起睡 求羊天斥责魏雪儿赶紧从南宫菲儿背上下来 名门世家的千金背着别人家的仆人完全不像话 魏雪儿还偏着脑袋不肯下来 一群穿着和南宫菲儿一样衣服的人赶过来 为首的白发男孩还在呼喊姐姐 急切地询问她到底去哪了 南宫菲儿自责地解释自己迷路了 白发男孩提醒南宫菲儿为啥不绑在一起走 南宫菲儿解释那样太羞耻了 白发男孩又询问背上的人是谁 魏雪儿介绍自己是雪儿旁边的是少爷 求羊天一眼就认出了对方是前世的武林武剑 现在的雷龙南宫清君 求羊天介绍自己叫仇绝夜 并表示见到雷龙不胜荣幸 南宫清君挠着头打着哈哈谦虚地回答过奖了 他又瞬间变了一副脸 质问求羊天几人怎么和姐姐在一起 求羊天姐是一起来四川的路上碰到的 南宫菲儿当即发问之前不是说不去四川吗 就连魏雪儿都用莫名的眼神看向求羊天 南宫清君说起他们已经找到了住的地方 并邀请求羊天一起过去休息 求羊天为了不和南宫菲儿搅活在一起 直接就拒绝了 此时护卫过来提醒村里已经没有多余的房间了 他们还是只能和南宫世家的人一起住 求羊天知道南宫菲儿成为魔人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摧毁了自己所在的南宫世家 不管是家主还是弟弟 还有弟子一个活口没留 因此他也获得了魔剑后这一称号 求羊天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而且现在的他看起来和雷龙关系也不错 从上次南宫菲儿展现出来的实力来看 他应该比雷龙更强 但他在武林中并没有什么称号和传闻 求羊天觉得南宫菲儿的弟弟雷龙看起来也很正常 刚好出门的求羊天就遇到了雷龙南宫清军 求羊天向对方打招呼 并感谢对方给他们分了房间 南宫清军直接撞开了求羊天 还提醒求羊天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求羊天还不知道咋回事 南宫清军郑重地告诉求羊天 就凭你的实力以后不要和姐姐搭话 又警告求羊天如果再迷惑自己姐姐 就要将他碎尸万段 还有那个骑在姐姐身上的死丫头 这时南宫菲儿打开了房门 南宫清军又笑着向求羊天表示招待仇公子是自己的荣幸 南宫清军就这样推着南宫菲儿离开了 求羊天也算是知道了这些人都是一群疯子 这时护卫找了过来 求羊天询问还有多久可以出发 护卫回答吃了早饭就可以 求羊天都庆幸护卫还是正常人 求羊天只想吃了饭早点远离这群南宫家的人 推开门就发现了南宫菲儿和魏雪 求羊天不理解魏雪儿为啥要和南宫菲儿做一起事 求羊天只得提醒南宫菲儿的座位不是这边 你看你弟弟的眼神都快杀人了呀 南宫菲儿不可置信的转过头 南宫清军立马变成了一副喜笑颜态的样子 求羊天想着只要过了堂兵会展就好了 匆忙吃了两个包子就准备离开 魏雪儿马上跟了上去 南宫菲儿也想跟上去但还是忍住了 这是一股恶臭袭来 这让南宫菲儿不由的捂住了鼻子 南宫清军也走了过来 又询问南宫菲儿为什么坐这边 从南宫菲儿视角来看 南宫清军简直是恶臭的集合体 南宫清军提醒他下次一定要坐到正确的位置 南宫菲儿的眼里只有求羊天身边才没有恶臭 他连早饭都没怎么吃就准备离开 就这样南宫菲儿又跟上了求羊天 雷龙南宫清军呆着手指咒骂着这群爱事的人 求羊天询问南宫菲儿为啥还跟着他们 南宫菲儿说起没有跟只是一起走 求羊天又说起那你为啥不和同伴一起走 南宫菲儿正要解释时 魏雪儿冒出来说是自己带他过来的 气得求羊天要把魏雪儿扔下马车 这之后他们到达了四川 四川唐门是在四川扎登了数个世纪的名门正派 风力如南宫世家 霸道如河北鹏家 纤细如慕容世家 唐门虽然不能和其他世家相比 但是铁和毒方面堪称中原第一 求羊天思考着如何在唐兵会展召开的三天内找出宝藏 他知道的唯一情报就是宝藏在唐家周边 但是这么大地方如何寻找宝藏 这时魏雪儿一声尖叫惊吓到了求羊天 魏雪儿说起他第一次来到这么高的地方 还让求羊天看看下面还有营火虫 又说起这下面有一个很漂亮的湖 还要拉着求羊天一起下去看 来到下面之后才发现只有一个小池塘 求羊天没办法只能给魏雪儿脑壳两全 他无法想象这个唐家到底有多大 此时的魏雪儿还拿着两朵花和求羊天开玩笑 魏雪儿说起他也想让少爷开心一点 求羊天询问魏雪儿如果这里藏了宝物应该怎么找出来 板着脸的魏雪儿抱怨宝物为什么要藏起来 这时有人上前大吼你们是什么人 这里可不是闲杂人等随便出入的地方 求羊天也想起了这个女人是谁 前世他一人就击退了几千魔人 他正是独飞唐少烈 也是前世被求羊天杀死的女人 求羊天来到了奄奄一息的独飞面前 质问他这就结束了吗 独飞也听出了这个熟悉的声音 求羊天询问他手在这里能改变什么 独飞也知道什么都不能改变 求羊天再次询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独飞反问求羊天为什么来这里 求羊天一把掐住了他的喉咙 来这里当然是杀了你 独飞向求羊天道歉说对不起他 因为他在失去双眼之后 才看到某些东西还不如早点放手 求羊天询问他一言就这些了吗 独飞说起如果有时间的话希望 最后求羊天还是扭断了独飞的脖子 随即转身离开 看着捏断独飞脖子的手 他自己都觉得恶心 现在的独飞唐少烈还在询问 求羊天为什么不说话 求羊天看到现在的独飞 只觉得对方像个小孩一样 这是一只手搭在了唐少烈的肩上 南宫飞儿在他耳边说着什么 这之后唐少烈向求羊天 做了自我介绍还道歉了 求羊天也介绍了自己叫求爵业 唐少烈又询问求羊天 为什么在这里 因为这里是获得允许 才能进入的地方 明白这点的求羊天 也准备离开 求羊天和魏雪儿离开之后 唐少烈还说起仇家的人 是不是很没礼貌 犯了错没有道歉就跑了 是不是长得好看就了不起 那些靠脸的家伙都很讨厌 南宫飞儿就在旁边 看着唐少烈一直说 发现讲错话的唐少烈 又慌忙的解释 不是说他长得好看 南宫飞儿倒是想不起来 求羊天哪点好看 唐少烈走的时候 还不忘说着 还是温柔的人更好 唐兵会展即将开启的前一天 求羊天准备修炼一下打发时间 南宫飞儿和南宫清军找了过来 求羊天询问到底啥事 南宫飞儿半天只说出来一个饭 南宫清军热情的 给他解为唐门 邀请大家吃饭 姐姐希望你一起去 求羊天也笑着说自己比较腼腆 他以为这么说对方就能理解了 南宫清军一把拉过求羊天 再次邀请求羊天一起去 求羊天也不理解 这家伙到底咋回事 就算不去也应要拉他去一样 这让求羊天实在忍不了 直接爆发出内力一副 要和南宫清军动手的姿态 南宫清军也只得松开手 场面的氛围也顿时变得奇怪 求羊天想着也没办法拒绝了 还是决定去参加宴会 求羊天一把搂过南宫清军 轻声告诉他注意一下表情管理 你姐姐正看着呢 南宫清军很生气 但又不能爆发出来 唐家客厅 桌面上摆放满了麻辣的食物 这让求羊天实在没法下口 唐家少家主唐周易寒暄几句后宴会开始 求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红色的馒头 准备尝试一下 他发现有一个视线正盯着自己 独飞唐少烈以一种莫名的眼神盯着他 前世每次见到他也是这种眼神 这一世也是这副样子 求羊天咬了一口红包子 顿时把他辣得不行又不能吐出来 唐少烈看到这一幕更了红了 求羊天实在吃不下去这种太辣的东西 旁边有人给求羊天递了一个茶杯 还告诉求羊天哪些东西不辣 这个人正是南宫非二 这一行为直接戳中了求羊天 看到这一幕的南宫清军气得发抖 直接把筷子都捏断了 唐周易调侃看来唐家筷子不结实 南宫清军只能解释自己不擅长用筷子 这时唐少烈直接坐到了求羊天旁边 求羊天也不知道咋回事 求羊天询问唐少烈一直盯着自己是不是有话要说 唐少烈慌乱解释没有 这时唐少烈询问求羊天你有喜欢 南宫清军大声说话打断了他 唐兄下面是不是修炼场 唐周易解释那是唐家专用修炼场 但是建成后一直没人使用 南宫清军说起他想去看一看 唐周易顺着他的话就说用餐后大家一起去看 求羊天都看出来了南宫清军有啥目的 求羊天不得不承认唐家的修炼场的确很大 唐周易解释先祖们觉得大一些会好些 南宫清军也认同这点 唐周易又说以前少烈小时候闹着要比试用过几次 唐少烈顿时害羞的说不出话 拿出武器的南宫清军说起吃了饭应该消化消化 询问求羊天要不要和他比试一场 求羊天看出来的南宫清军是想找借口修理他 求羊天敢忙否认自己怎么敢和雷龙对恋正想拒绝时 唐少烈先帮求羊天拒绝了 清军公子和球公子不管年龄还是水平都差距很大 要是不小心伤到脸咋办 南宫清军表示相互不使用内力类似指导形式的比武 又挑衅一样的询问求羊天如何 求羊天实在忍受不了南宫清军的嘴脸 当即质问南宫清军你水平够吗 唐周易赶忙打圆场说不管怎么说清军也是前辈 南宫清军招了招手打断了唐周易 他想看看求羊天到底多厉害 比武正式开始 南宫清军让求羊天先攻 求羊天反让南宫清军先攻 气得南宫清军咬牙切齿 直接跑求羊天攻去 求羊天侧身轻松躲避 南宫清军又发动了连环攻击 求羊天看出来了这两次攻击都是羊攻 真正的进攻现在才开始 唐少烈直勾勾的看着这一幕 他从小就与众不同 其他孩子都还在追猫猫狗狗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追老虎了 凶恶的眼神 锐利的牙齿 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不可侵犯的气息 唐少烈喜欢强大的雄性动物 他期待如果能在唐兵会展 遇到像螳螂这种男人就好了 他不明白大家为啥都喜欢看领 他以为这个世界没有像螳螂这种男人时 他遇见了一生都无法遇见的真爱 仅是看着他就脸红心跳 对方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世家少爷 在唐少烈眼里 求羊天身边仿佛在发光 各种行为都太帅了 不知不觉就坐到了求羊天身边 等他发现时已经太晚了 他准备进一步了解时 被折断的断剑飞了过来 砰的一声断剑直接插在了地面 南宫菲尔和唐少烈都露出了震惊的眼神 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 雷龙南宫清军的剑断了 求羊天猎视着对方 惊呆的唐少烈双腿发软撼软下来 南宫清军也不知道剑怎么断了 前面两招他的确放水了 可后面拼尽全力也无法打倒对方 如果是实战你已经死了三次了 求羊天说着便一拳打向南宫清军 但南宫清军直接就避开了 求羊天提醒他重新拿一个好点的武器 因为指导的话总得交点啥才对 气得南宫清军咬牙切齿 求羊天继续挑衅到 让我来指导你也不是不行 此时的南宫清军直接运转了魅力 求羊天也看出来了这点 被雷电包裹的南宫清军 整个人化成一道流光 求羊天还是躲开了这次攻击 求羊天也怒了对方竟然还使用魅力 南宫清军运转魅力 无数剑气朝着求羊天袭来 但他的剑气都被求羊天击碎 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眼前之人竟然比他更强 求羊天缓缓开口你知道吗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求羊天一个闪身贴近了距离 又一脚踢在了南宫清军的裆部 这一脚正中男人的某个部位 南宫菲尔都瞪大了眼睛 唐周一想拦也拦不住了 唐少烈更是捂住了嘴 南宫清军也感受到了剧烈般的疼痛 我听咔嚓一声 淡淡就碎了一地 南宫清军无力的捂着裆部 他还是一副怒视的眼神 求羊天嘲讽到会不会真碎了 剧烈的疼痛让南宫清军不停的嚎叫 嘴上还是一副不认输的样子 又说求羊天是个卑鄙的家伙 还说要把这件事告诉所有世家 让求羊天抬不起头 求羊天突然质问南宫清军 你杀了多少 至少有十来人吧 南宫清军还没懂求羊天什么意思 求羊天直接擒拿住了南宫清军的右手 准备将他折断 唐周一阻止了求羊天让他到此为止 求羊天说起这家伙偷偷偷用内力还口无遮拦 这种人你觉得没问题吗 唐周一警告求羊天这可是南宫家的人 谁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求羊天解释因为他是南宫家的人 自己才一直放过他 如果彼此换一个身份会怎样 这让唐周一也没了办法 只能长叹一口气 求羊天直接扭断了南宫清军的胳膊 随后淡然的离开 不过他刚走两步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这是不是又闯祸了 如果告诉里长老自己把南宫家的公子打伤了 他应该不会计较吧 求羊天认为只要有人正在场就还好 这是一只手拉住了求羊天 南宫飞尔让求羊天告诉他名字 求羊天一把甩开南宫飞尔说 自己不是说过叫仇绝业吗 南宫飞尔指出求羊天在说谎 求羊天还以为南宫飞尔要给弟弟报仇 但此时的南宫飞尔看到弟弟被打成那样 毫无感情波动 南宫飞尔抓住了求羊天双手 让求羊天告诉他真正的名字 面对如此场景求羊天也无奈 求羊天询问南宫飞尔是不是告诉了 就不会跟着自己了 南宫飞尔一副理解的样子点头答应 求羊天考虑一会之后 还是说出了真实名字叫求羊天 南宫飞尔脸红的念叨着求羊天 在这之后 揍了南宫清军的求羊天也不太好 去参加唐兵会展 刚好趁这个时候去找一找宝藏 他无法想象护卫知道了 自己把南宫家公子废了会怎样 此时的另一边 护卫正在焦急的寻找少爷求羊天 又询问魏雪儿有没有看到少爷 魏雪儿当然不知道 随后护卫向魏雪儿解释少爷用餐之后 就没有回来 护卫还在苦恼 怎么向家族汇报把南宫家公子打了这件事 魏雪儿眼神中闪过一道金光 他露出一副哀怨的眼神看向前方 金川燕家曾经是武林第一富商 不仅有强者坐镇 还掌握中原的经济命脉 但是某一天整个金川燕家突然就消失了 根据记录金川燕家留下的宝藏 在一棵白色枫叶树下 求羊天在山上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白色枫叶树 求羊天都吐槽秋天哪来的白色枫叶树 此时求羊天肚子也饿了 之前的包子太辣了 啥也没吃浪费力气 兑练了还要来爬山 这是魏雪儿地上的药果 求羊天下意识说出猪雪儿这种时候 还是有点用 魏雪儿辩解自己猜不是猪 帮上忙的魏雪儿还挠着头 反应过来的求羊天当即质问 他为什么在这里 魏雪儿黑黑一笑 把背上的食物都拿了出来 还解释自己是靠感觉才找到这里的 只要有雪儿在少爷就不会担心了 求羊天指的让他赶紧坐下 生怕灰尘掉进饭菜 求羊天念叨着白色枫叶树 果然是骗人的 魏雪儿当即否定了 因为他刚刚才看到了还很漂亮 求羊天当场就愣住了 当即询问在哪看到了 魏雪儿解释之前还和少爷一起看过 求羊天一脸莫名其妙 随后魏雪儿带着求羊天 来到了一棵枯树面前 求羊天完全不信眼前的树 是白色枫叶树 掰了掰魏雪儿眼睛 询问他是不是看错了 求羊天准备离开的时候 魏雪儿一脸认真的说自己没有撒谎 前世的魏雪儿很确定 白色枫叶树就是这里 白色能量在他周身浮现 求羊天确认没有白色枫叶树之后 他准备回去找里长老修炼 魏雪儿用手将空间破开了一道口子 求羊天当即喊魏雪儿住手 他明显的感觉到那边很危险 这个裂缝被魏雪儿戳开之后 就变得越来越大 一道蓝色光芒闪过 小的空间裂痕被破开后 求羊天向他确认是这里对吧 求羊天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也猜出了这是魏雪儿做了什么事 才导致发生了空间分离 他询问魏雪儿是怎么做到的 魏雪儿装傻说不知道 求羊天说自己可是看到你把手放上去了 魏雪儿就是装傻 求羊天很气但也很无奈 他准备等回去之后再找他算账 求羊天在白色枫叶树周边仔细检查 在树后面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魏雪儿解释这是入口 说着就跳了下去 还让求羊天赶紧跟上 求羊天一咬牙 只能选择跟上去 求羊天跳下去之后 一个男人也来到了这里 他口中还在咒骂着什么 求羊天庆幸这里不太高真是太好了 求羊天让魏雪儿不要胡乱行动太危险了 两个洞口出现在了二人眼前 求羊天也不知道往哪走时 魏雪儿指了一个方向 于是求羊天就跟着魏雪儿走到了一个入口 求羊天想起了今天的魏雪儿有点莫名其妙 魏雪儿还说起今天的少爷愿意听雪儿的话是个好少爷 这时一直跟踪他们的男人也跟了上来 求羊天一直跟着魏雪儿的单毛走但完全感觉不到尽头 魏雪儿让求羊天相信自己就好了 于是就走到了一个漆黑的地方 求羊天忍不住给了魏雪儿脑壳一拳 怎么把他带到了这个地方 这里的夜明珠还失去了光芒 而且这个房间里什么都没有 魏雪儿拍了拍求羊天肩膀 他感觉到好像有东西 吓得魏雪儿一个寒颤 一个白色生物在周围游动 求羊天赶忙把魏雪儿拦在身后 一条白色巨蟒出现在二人眼前 这把求羊天和魏雪儿吓坏了 天下第一的青梅竹马重生归来只为守护前世没能守护的他 回归之后的他剑术依旧无敌 就在刚刚 魏雪儿带着求羊天找到了金川烟家的宝藏 但这里有一条白色巨蟒 求羊天赶紧将魏雪儿护在身后 他没想到宝藏里竟然还有魔物 还是这样一条巨大的魔物 而且这条魔物至少也是清极魔物 求羊天庆幸此时的魔物还没苏醒 他准备这样偷偷溜出去时 魔物突然睁开了眼睛 求羊天也犹豫要不要动手 魏雪儿瞳孔也变成了金色 求羊天判断眼前的魔物根本不是自己可以打赢的对手 此时魏雪儿的瞳孔也恢复了正常 求羊天运转魅力决定和魔物拼命时 巨蟒向求羊天传音让他收起力量 并表示没有伤害二人的打算 活了两世的求羊天都不敢相信魔物还能说话 巨蟒说起他很好奇 不是金家血脉的人为何能找到这里 求羊天随口说出就是找到了 此时的巨蟒就好像注意到了什么事的 说着原来是这样啊 又询问求羊天为什么来这里 求羊天解释自己也是偶然进来的 他心想如果被大蛇知道自己是来找金川燕家的宝藏 多半不会放过他们 巨蟒就好像看透了求羊天一样 还告诉他要找的东西似乎已经没有了 巨蟒贴近求羊天郑重的询问他 你认为命运是什么 求羊天反问这是什么破问题 巨蟒直接愣住了几秒 突然就大笑起来 求羊天都觉得他这是老糊涂了还是咋的 巨蟒这时说起 看到并非燕家血脉的你们踏足这里时便知道了 他们大概已经消失了 自己对消失的人还有什么留恋 又到底为何而坚守 求羊天见状马上拉着魏雪儿准备告辞 巨蟒丢出了一颗水晶球 还告诉他这是陪自己说话的报酬 求羊天还以为这是磨石 如果是怀揣着这些东西的 你说不定比其他人更容易接受 求羊天捡起这颗水晶球 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颗水晶球上面虽然没有磨石的气息 但磨道千锡公却在吸收它 求羊天念慕争明一副很难受的样子 一双手放在了他的背后 正是魏雪儿用双掌抵在求羊天的身后为他输送内露 即将失去意识的求羊天询问对方是谁 说着就失去了意识 倒在了地上 巨蟒询问魏雪儿是否满意了 被金色内力包裹的魏雪儿反问巨蟒 你竟敢问我满不满意 巨蟒还让魏雪儿把威亚收起来 如此强大的威亚可不是昏迷就了事了 巨蟒说请你扭曲了许多东西 这就是你的选择吗 魏雪儿又反问巨蟒 怎么 你理解不了 巨蟒表示因为太理解了所以感到惋惜 魏雪儿询问巨蟒为何将宝玉送给第一次见面的人 巨蟒解释这只是偶然的变数罢了 等待一个不会来的人太孤独了 自己也放弃了 这样说着的巨蟒身体也在逐渐消失 她的整个身躯都化成了花瓣消失在了这个房间 魏雪儿感叹命运就是如此反复无常 又说着真是个愚钝的家伙 好不容易获得的第二次生命却为了保护自己 此时一个声音让魏雪儿现在还给我吧 魏雪儿说起还要再借用一小会儿 因为现在依旧很危险 此时跟踪魏雪儿的男人也找到了这里 男人询问魏雪儿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 魏雪儿冷冷的说 区区一个给男公家收拾烂摊子的垃圾而已 听到这里的男人差点就拔出了剑 他无法想象自家的少爷男公清军 输给了这种爬山都能累得晕倒的废物 并威胁魏雪儿交出求杨天就放过他 魏雪儿质问男人 这是那个垃圾的意思 还是男公家的意思 气得男人当场将剑架在了魏雪儿脖子上 竟然敢对男公家那位大人出言不逊 魏雪儿一根手指抵在了嘴角 因为他只想安静地解决这一切 金色的内力在四周扩散 男人甚至没注意到自己的手已经被斩下了 突然的疼痛让男人不由地大喊大叫 魏雪儿让他安静点 此时的魏雪儿周身浮现出了几把金色长剑 他的头发也变成了金色 他睡得正香可不能把他吵醒了 重生回归的魏雪儿 想多看一眼喜欢的人都不被允许 他只期待终有一天还能与他再次相见 就在不久前 被折断手臂的雷龙男公清军 还是无法接受败北的捷补 他认为球阳天一定是用了什么邪术 他换来了手下马铁 准备向球阳天复仇 但球家的护卫太强了完全没有机会 而现在球阳天和护卫分开了 马铁认为现在是一个好机会 男公清军给出的命令是拧下球阳天的胳膊再解决掉他 这才算等家的复仇 马铁就这样一路跟踪魏雪儿找到了球阳天 魏雪儿思索片刻之后 你已经没有必要知道这些了 一旦又斩下了马铁的另一只手臂 这种必死之人竟然还敢向自己提问 关键魏雪儿能完全控制这具身体的时间也不多了 他将视线停留到了球阳天身上 马铁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全力逃跑 他想都没想直接朝着出口冲了出去 只要能逃出去就还有机会 马铁一辈子也未曾见过如此怪物般的存在 但已经跑到一半整个人就倒了下去 在他不知觉的情况下连手机都被斩落了 魏雪儿原本是想把第一次杀人的选择权交给现世的魏雪儿 他向现世的魏雪儿表示歉意 现世的魏雪儿再次要求前世的魏雪儿把身体还给他 但前世的魏雪儿还想和球阳天待一会儿 只要一会儿就好 现世的魏雪儿强调这是他的身体 前世的魏雪儿也无法反驳 他这时候说起现在还是未来都是你的 即将完全消散的巨蟒询问魏雪儿要走了吗 魏雪儿自己也知道这副身体太勉强了 巨蟒又询问你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存在吗 魏雪儿表示稍微知道一点 巨蟒告诉魏雪儿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 彻底消失前的巨蟒住院魏雪儿还能有未来 魏雪儿自己都不知道还有没有那种未来 他只希望能和球阳天再次见面 魏雪儿就这样守护着球阳天 不久之后球阳天才睁开眼睛 魏雪儿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醒来的球阳天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婚了订婚了 球阳天和南宫菲尔竟然订婚了 就在不久前 魏雪儿带着球阳天找到了白色枫叶树 但密库里面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条白色大蛇 这条巨蟒还给了球阳天一颗珠子 这颗珠子还被球阳天吸收了 球阳天向魏雪儿解释刚才的一切 魏雪儿说起哪来的蛇和珠子少爷又在做梦了 球阳天认定魏雪儿在说谎 魏雪儿和球阳天极力争论 雪儿找到了白色枫叶树 少爷还从大蛇那里得到了珠子 这种故事谁会信 球阳天都吐槽魏雪儿怎么在这种时候就能正常思考 球阳天又询问他们怎么被带到这里来的 魏雪儿解释自己也不知道一醒来就这样 这时球阳天胸口一股疼痛感袭来 他赶忙坐下运工调息 球阳天发现吸收了那颗珠子之后 内力增长了许多 目前的实力虽然是三星 但内力已经非常接近四星 球阳天猜测是大蛇将它们搬到了外面 还消除了魏雪儿的记忆 继续待在这里可能会被护卫批评 于是球阳天准备动身回去 还要背着魏雪儿下山 魏雪儿脸红的说起 昨天吃的有点多可能有点重 扭扭咧咧的不想让球阳天背 背上魏雪儿的球阳天觉得他果然不算太轻 但现在的球阳天有三星的火轮弓 加上四星的内力完全没问题 他就这样背着魏雪儿朝着山下奔去 现在球阳天只觉得浑身轻如红毛 两人就这样穿梭在山下 护卫还在走廊上焦急的躲步 如果少爷出事了 那自己的手机多半就保不住了 这时球阳天背着魏雪儿回来了 护卫当即质问球阳天 怎么一声不吭的就消失了 球阳天只能打着哈哈解释 这不是回来了吗 护卫又询问球阳天到底去哪了 魏雪儿抢先回答去山上见了大蛇 球阳天直接捂住了魏雪儿嘴 生怕他乱说话 他告诉护卫自己就在附近散了个步 护卫一看就知道 球阳天的身上应该发生了什么事 既然都被发现了 球阳天也不准备掩饰解释 自己得到了一点机缘 这时球阳天感受到周边 有两股多余的气息 这两个人正是独飞唐少烈和南宫飞 看见球阳天的独飞 球阳天是不是在等自己 又询问南宫飞儿不是答应过 不会再来烦自己了吗 杭少烈辩解自己在这里 不是为了等愁公子 南宫飞儿吃着食物 说他也没有添麻烦 球阳天直接质问 二人来这里到底想干啥 杭少烈一脸认真的解释 自己是来打招呼 南宫飞儿也是同样的理由 虽然还没来得及打招呼 球阳天庆幸雷龙 南宫清军还好没来 南宫飞儿好像发现了什么事的 突然举起了右手 他同样发现了球阳天内力的变化 球阳天撇开视线解释 发生了一点事 杭少烈还在询问 球阳天喜欢毒药还是短见 此时的南宫飞儿 已经变得很奇怪 捏断筷子的南宫飞儿 表示要和球阳天对练 听到又要对练的球阳天 直接倒在了护卫身上 表示刚才修炼太累了 现在头好晕 看到护卫还没理解自己的意思 他又给护卫一只试眼色 护卫这才将 唐少烈和南宫飞儿请出去 临走之际 唐少烈说起有一件重要的事 他向球阳天递出了 明年唐兵会展的邀请函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球阳天还是接下了邀请函 虽然明年应该来不了 唐少烈和南宫飞儿 走在回去的路上 唐少烈看见南宫飞儿 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他的表情不由的发生了变化 唐少烈直接询问 南宫飞儿是不是喜欢球公子 南宫飞儿想了又想 便反问唐少烈什么是喜欢 被问到这个问题的 唐少烈结结巴巴巴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只能结束了这个话题 南宫飞儿询问唐少烈 之前说要给自己的东西是啥 唐少烈累汪汪的解释 刚才给球公子的邀请函 本来是给你 对此南宫飞儿倒是无所谓 作为陪礼 唐少烈准备邀请南宫飞儿 喝点好喝的毒药 此时的南宫飞儿眼里 唐少烈身边也充满了臭味 他不得不忍耐这种恶丑 他只得安慰自己 很快就能和球阳天再次见面 此时的南宫世家 南宫家主正在斥责雷龙南宫清军 只是安排你去照顾姐姐南宫飞儿 结果还损失了一个护卫 南宫清军也在一问 马铁怎么还不回来 马铁已经到达了绝顶高手行列 不可能失败才对 爆发出内力的南宫家主 质问南宫清军 知不知道我对你失望的点在哪 不是你输给了不知名的后起之秀 也不是你在比武途中起了杀心 失望的是你没能给这件事好好收尾 南宫家主也没打算责罚南宫清军 只是让他暂时在家闭关不要外出 南宫家主最后提醒南宫清军 忘了和仇家之人对恋这件事 南宫清军询问父亲这是什么意思 南宫家主回头蔑视的看了他一眼 南宫清军就畏惧的低下了头 南宫家主解释 等你成为家主你就明白了 在此之前不要对仇家动手 说不定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 听到这里的南宫清军顿时就呆住 还想反问到底是什么意思 此时的山西仇家 仇阳天一脸猛逼的询问李长老在说啥 李长老又重复说了一遍你的婚约被提上日程了 仇阳天还以为李长老又在说什么笑话 最关键的还是仇家和彭家刚废除了婚约 李长老指出和彭家婚约不都是你说了混账话导致 现在这桩婚事还是老夫亲自为你牵线才达成 魏雪儿还询问少爷是不是要订婚了 仇阳天解释那是李长老在开玩笑 魏雪儿又询问婚约是啥能不能吃 这里咱们说一个题外话 魏雪儿在小说里很多章之后才知道订婚是啥 后面他知道订婚是啥之后好久都不和南宫菲儿说话 这时护卫过来告诉仇阳天婚约的事情是真的 因为大街小巷已经传遍了 仇阳天实在想不通到底是哪个家族 要和自己这种名声狼藉的家伙订婚 他直接询问李长老到底是和哪个家族订婚具体是哪位小姐 李长老让仇阳天不要太惊讶 先说出一个男子 仇阳天也猜出了是南宫世家 他无法想象南宫世家到底是得到了什么样的好处 才会和仇家订下婚约 仇阳天又一问南宫世家不是只有一位女眷目 李长老解释那说不定你们已经在唐兵会者见过 听得仇阳天都愣着了 和仇阳天定下婚约的人正是南宫菲儿